另外來看到也是因為受到疫情的衝擊 現在重創了國內餐飲業的業績 像是臺南就有中泡塞 因為近來婚宴跟廟會訂單大量取消 因此改做小吃 或者是到夜市去賣串燒 另外在嘉義還有一家 走過了半世紀的餐廳 生意狂調 只設下一成業績 因此暫停營業改做宅配 在嘉義屹立不搖五十七年的老餐廳 不敵武漢肺炎 暫時停止營業改做宅配 苦等都等不到客人的 還有這家在地知名的日本料理店 疫情前天天客滿 現在貼出公告 營業到月底 員工依法資遣 在台南則是有棕破塞 婚宴加上廟會 訂單取消超過四百桌 於是拿出看家本領 擺起小攤位賣滷麵 還有人轉供夜市賣串燒 餐飲夜市它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空氣的地方 還是稍微有人潮 但是人潮也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所做的這些東西 就在供應這個市場 餐飲夜生意狂調 在武漢肺炎確診病例破百後 業者更表示用產字都難以形容 有人棄手收攤 但還是有人堅守本頁持續苦撐 記者張俊榮 姚吳華綜合報導 真的 這個 這個 案長 來 敢長 滴